有一天我老婆问我 隔壁邻家邻居家惊贼了 我们的家安全嘛 我跟他说当然安全啊 因为我们的家有CCTV跟Alan 他保护着我们 嗨大家好 我是Benny 你的CCTV专家 来自BS Technology 我主要的任务呢 是要以我对Alan的了解 帮助你保护你的家人 还有你公司的安全 在开始之前呢 请你们大家把这个video share 出去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让他们懂得Alan的这些知识 好 我现在我也share 一下咯 来 今天的朋友可以跟我说一声hello吗 好 你们只需要按这个share可以啦 按share就可以啦 OK 今天呢我主要是要分享给你们了解 什么是Alan 让你们对Alan有进一步的了解 哈啰 新年来的朋友可以跟我说一声hello吗 请你们把这个video呢share出去 让更多人对Alan有更加深的了解 嗨 Ristio 哈啰 Ivan 你好 你好 OK 在我开始的时候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两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我顾客的亲身的经历啦 第一个故事呢发生在大山脚一个地下屋 它是一个semiti的房子啦 然后也是一个新屋子来的 所以他找了我过去跟 叫我给他Alan的建议啦 然后也告诉我这些故事咯 所以有一天呢他们两公婆都是上班的 那他们就下班了就回到家咯 回到家就像正常样子 就说时开门进家 没有事发生 就这样回到家也没有发生什么异状啦 直到呢他老公发现到好像有东西位置不对 好像有东西找不到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开始找他们的抽屉咯 就哇哇哇翻翻翻才发现到 原来家里已经经过贼了 所以他们也没有想象到啦 所以这个贼呢是蛮细心的 他进了过后呢还把他的抽屉关好 门关好然后你不会想到说 刚刚进了一个贼 竟把你的那些电话 他损失了电话啦 还有他的手表还有他的现金 都不进去了 然后他们就在他的家里面 慢慢的去找咯 到底是什么事发生 一个门一个门去敲敲敲看一下咯 他们才发现到 你们知道Semi的旁边有个sliding door对吗 他就在那个sliding door下手的 他怎样下手呢 首先第一 sliding door平常都不会有什么人注意到啦 因为他不像大门口嘛 所以就有普通地下屋都会有那个篱笆 所以变成他们就躲在sliding door 那就是Semi的旁边的空地 在那边哇哇哇敲敲敲咯 他怎样做呢 首先我要给你们知道 他的家是有铁花的 OK他有把玻璃门关好 铁花也关好 然后他怎样会进贼呢 所以他的做法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 普通地下屋啊 外面都是一层玻璃先 玻璃里面就铁花咯 对不对 这个玻璃呢 就有个钩 这个钩呢 应该是被一直铁啦 插进去 敲 那钩呢就敲起来咯 敲起来玻璃就开咯 不需要敲爆玻璃门啊 只需要一只铁这样 敲你的玻璃门的勾 玻璃门就开咯 开完过后呢 下一刻他的下一关呢 小偷的下一关 就是铁花咯 那铁花他怎样做呢 同样 铁花跟铁花中间也是一个铁片 顶住你的那个lock的嘛 也是同一只铁 插进去 把你那个lock那一条铁敲开 再穿铁进去 把一样那个lock整个敲起来 然后那铁花 是不是会有一个lock bag 那我们的锁头啊 有两个耳朵嘛 我们就把锁头勾住嘛 对不对 那个lock bag整个被他锯掉 锁头掉在地上 就开了咯 这个贼呢比较细心啦 他进到里面过后呢 就偷完他要偷的东西 还把他抽屉关好 也没有像你看到报纸这样子 把你的针尖家翻到一塌糊涂 是没有的 他就眉眉的收好 他就离开了 离开前再把你的门关起来 就走了 甚至我的顾客呢 回到家他也没有发现到进贼啊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 很不好的体验啦 这是第一个故事喔 第二个故事呢是发生在 不给命呀的一个condo啦 所以condo会不会进贼呢 这是我亲身看到的啦 所以他的发生是怎么样子 也是两夫妻也是出门做工啦 出门做工过后呢就 下班喔六点多就回到家 回到家过后看到 要开门的时候 那个lock bag就是我讲的那锁头啊 整个掉在地上 so 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啦 so 再看一下那个铁花 他们是一层铁花的 像你们会知道吗 啊 condo外面都是一层铁花先嘛 铁花里面才木门嘛 对不对 so 这个铁花呢 啊有可能啊 我们是猜测啦 就是他们那小偷是用一把大剪刀 穿过铁花 哦 所以就把那个lock 整个跟他剪断 所以如果你们是住condo的 你们是住地下屋也好啊 你们平常 除了把铁花关起来之外啊 也要把里面的门关起来 木门也要关起来 让他的工具每样容易进去啦 这个是 发生在我的顾客身上 两个真实的案例啦 OK 哈喽 新进来的朋友 可以跟我说一声哈喽吗 Desmond 哈喽 Arienne 哈喽 Aaron 哈喽 哈喽 晚安啊 西红 哈喽 Karen 你好你好 新进来的朋友啊 让我跟你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Benny啦 来自BS Technology 我主要任务呢 是要透过以我对Alan的了解 帮助你保护你的家人 还有你公司的安全 OK 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啦 像我们去visit customer的时候啊 visit我的朋友 他们都不知道Alan到底是怎样操作的 所以Alan基本上呢 分成两种使用的方式啦 那我简单跟你们介绍咯 第一种方式呢叫 home mood home是家咯 home mood home mood home mood的意思说呢 打个比方 啊 你 你们全家人都要睡觉了啊 已经回到家了 你孩子睡了 你要睡了 OK 你呢这个时候就 打开你的Alan 打开Alan之后呢 你就可以安心去睡觉 万一 在你睡觉的期间呢 有小偷尝试要 进你的家 不管从天花板跳下来 还是说尝试要 敲开你的门 敲开你的窗 这个时候Alan就会响 响的时候呢 Alan会打电话通知你 就算你在家嘛 你第一你会听到很大的Alan声 第二你电话也会响 OK 第三小偷就会跑咯 OK 最大的作用就是要把小偷吓跑啦 Alan的最大的作用是这样子啦 这个是第一种使用的方式啦 第二种使用的方式呢 叫做away A-W-A-Y away away意思说呢 你们全家都要出门了 你孩子已经去上课了 连你老婆跟你都要出门做工啦 就你没有人在家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在你离开家之前呢 你们就先把Alan打开 打开了Alan之后 你就可以安心出门咯 就把门锁起来 你就驾车出去了咯 对不对 在你不在家的时候 万一有小偷尝试要敲开你的家 尝试要进来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Alan马上就会想起 这个时候呢 小偷通常都会跑啦 99%小偷都会跑啦 如果你遇到一个小偷就不跑了 这个时候 有可能就是强盗啦 那个也 也 要靠警察来抓啦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小偷就会跑 同时 如果你的家是有装CCTV的话 你可以这个时候拿手机来看 看你家的camera 如果你看到 呃 小偷真的是在 还在你的家的话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马上打99报警 OK 这是他 最普遍的两种的使用方式啦 OK 说你们 呃 你们有装了Alan了吗 你们对Alan有什么疑问吗 OK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会现场回答你们 啊 对Alan对 就是 Home跟Away啦 这个是最普通的用法啦 OK 我要 呃 给你们知道一些 啊更加好用的知识就是 在 Home Mode的时候啊 就是 你们全家人都在家嘛 所以万一你的小孩子 有可能半夜起来 要喝水要上厕所 他走过你的家 在家里面走动的话啦 Alan呢 这个时候是不会想的 因为他是叫Home嘛 家里人会走动的嘛 所以Alan呢 已经有想到这个 这个情况了 如果你在Away的话 就是你全家不在家 有人出现在 啊 家走动啦 有可能那个贼 啊真的是从天花板跳下来啦 这个蛮多人孕 有这个考虑 而且也是真实的case啊 啊 很多的 有一些小偷啦 就从天花板上面跳下来 他们怎样跳呢 你们知道你们物质上面啊 物 物瓦 下面就是你的plaster ceiling嘛 物瓦跟plaster ceiling的中间 就是你们的物质的 骨肉物粮咯 小偷只需要在上面把物瓦掀开 就有可能是你的隔壁邻居家 静姐啦 啊爬爬爬爬爬过来 把你物瓦整个掀开 他看到什么东西呢 就看到你家的plaster ceiling了 哦 所以 通常的家里啦 特别是地下屋啦 都会有一个我们叫man hole 一个石膏洞啦 so 如果他是看到石膏洞 会反光的嘛 他就把那石膏洞 静静的拿开 人就跳下来了 哦小偷就是这样做 他就进到你的家了 ok so如果那小偷刚好 他找不到你的man hole 就他下来的地方 就是一块石膏板 他怎么办呢 没办法 他只要打破你的石膏板 跳下来咯 我的顾客就真的是遇到 他们听到捧一声 真的是有人从下面跳下来 所以这个是小偷的一个 他们才懂的知识啦 Jimmy Chu bm price ok Jimmy你可以在下面 你可以inbox我们啦 因为alarm呢 我们会需要给你建议的 alarm呢 是要需要装在你的门 装在你的窗 然后还有就是 装在一些必经的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你很专业的建议 让你知道他怎样是操作 要怎样保护你 所以你可以bm我们啦 你可以bm 你可以inbox我们啦 我们会 会回复你 我们会回复你啦 然后 Ferny Ferny Hello Wireless Alarm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现在的 alarm 其实alarm有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Wire Alarm 一种是Wireless Alarm ok 现在的Wireless系数已经越来越成熟 它不像以前样子啊 常常会 没有电池你不知道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电吗 所以你装好过后呢 technical test给你的时候 ok啊 没问题啊都可以用啊 偏偏你半年后 不小心有小偷要进你的家 那你知道你的家电池完了 所以是不是很冤枉 装了是很冤枉 现在的Alarm Wireless Alarm 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他们会有一个notification 当你的那个 我们叫sensor啦 你门 你发现门啊窗啊都会装的 没有电池的时候 low back 低电压的时候呢 你的app会收到通知 你就拿去充电咯 充一个半小时一小时 又再可以用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这样子 现在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特别是Wireless Jimmy 谢谢你 谢谢你 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啦 因为很多人对Alarm 还不是很了解 特别是我们去 接客户的时候啊 我们才知道 什么是Alarm 我听我的朋友说 会自己乱乱想的 我听说 很麻烦的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对Alarm的 算是误会 就好像我们买一架BMW 为什么一直死活的 问题不是在BMW 问题在于这家车有问题 我们要找一个对的technical 找一家对的公司来service你的BMW 这个才是对的啊 ok so 我这里也准备了一些Alarm的 他是怎样操作的呢 为什么 Alarm会知道你的家 金贼 为什么他会知道 ok so 通常上 市面最常用的sensor呢 是三种 ok 第一种呢 叫magnetic sensor magnetic sensor呢 通常放在家的大门 对 门或者大门啊 我有带给你们看 这个 就叫magnetic sensor ok so 他怎样是操作呢 就放在你的门 大门 后门一个门啊 当你的门被人家打开 Alarm就会响 ok so 这个是第一种 我们叫magnetic 第二种 叫bibrator bibration bibration bibration是什么东西呢 装在窗 或者是会被震动到的 比如说 你的家 如果你是地下屋的话 大门口旁边就有一个sliding door 装的是 那个开关的位装的是magnetic 不过 他本身是一个铁的吗 我们会放一个bibration 震动器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叫震动器 这个震动器呢 安装方面哦 你们一定要知道 他可以这样装吗 可以这样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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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呢 他只能够横着装 只能横着装 如果你发现你家的sensor是指着装的话 你要去检查一下 你的alarm sensor装对不对 里面的构造呢 它就像两条铁 两条铁的中间有一个小珠子 当这个东西被摇到的时候 那小珠子就会跳咯 一跳 alarm就会操作 就会发生 这个就是他的工作原理 所以如果我做直的话呢 是不能的 这个你们要去检查一下 如果你已经装了alarm的话 也有空的时候啊 悄悄打打一下啦 看看到底还能不能操作 OK这个就叫 viration 第二种 第三种 就叫Motion Sensor 什么是叫Motion Sensor呢 只要detect到有人 经过 alarm就会响 这个 就叫Motion Sensor 它的角度通常上是110度啦 看你装什么牌子 多大的广角啦 它是110度 你可以想象呢 有十条线出现在你面前 OK 只要小偷 有触碰到其中的两三条线 alarm就会响 他们这种设计呢 主要是 要避免我们叫Force Alarm啦 就是 确保 alarm响的时候呢 真的是照到一个人啦 这个是Motion Sensor so 这三种Sensor里面 我介绍的 我们的家应该要装哪一个才是最好 我地下物 我是公司 我是工厂 我是Condor 我要装哪一个才是最好的 其实答案呢 就是三个都要装 看你 要装的是门 你就要装Magnetic 你要装的是 铁花 你就要装Vivation 你要装在 你要预防 有小偷真的是从天花板跳下来 所以我们就会装Motion Sensor 在一些必经的地方 如果你是地下物的话 通常会放在楼上的楼梯 照着楼梯啦 所以有可能那个小偷是 从哪个地方跳下来啦 万一他真的是这样做的话啦 就会 alarm就会响 会把他吓跑 好 这个是三种最常用的 alarm sensor ok ok so Ristuel问说 装这个alarm 需要拉电吗 ok 这个alarm的话 alarm 该我提到吗 有分wire 或者wires 如果你是wire的话 你的每一个门 每一个窗 每一个sensor 都要拉回一个主机 我们叫alarm panel 一个主机 那个主机呢 啊 本身 需要有一个插头啦 电源插座 他就可以把整个function了 so 也有很多人会问 万一说 小偷把我的电关掉 怎么办 那alarm都不能用了啊 对不对 现在很多的家里的 那个fuse就在家外面吗 我爸就完蛋了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alarm的话呢 里面有backup battery 然后在那个箱里面 有battery 如果今天小偷真的是把你的家 把那个fuse把掉 你没有电 你停电 你不用担心 这个battery呢 可以耐24个小时 这个你们就不用有这个担心啦 alarm的作用就是全面保护你的家 ok 然后 我家是肚立牌物 有什么建议吗 ok 肚立牌物啊 是半肚立是吗 还是肚立室的中间的 ok 首先呢 如果你的家 通常上呢 我们会装啦 就假设你是 bongrow tub ok 所以你就在家中间 你的四周围都是空地 ok 首先我们会从大门口开始说起 大门口你的门一定要装sensor ok 第二个 大门口的旁边 就会有那个 siling door 对不对 siling door呢 如果你有铁花 就会有玻璃跟铁花咯 如果你只有玻璃的话呢 就没有铁花咯 你们在安装的时候啊 你们要注意注意 有一些人 他没有把那个alarm sensor 放在玻璃门 你们要检查一下 你们夹自己的alarm啦 他没有放在玻璃门 像我刚才前面我讲的啦 小偷都已经要切断你的玻璃门 要撬开你的玻璃门 撬开你的铁花 他们已经是一个幼稚园的技术了 太容易太容易了 所以你无论如何啊 你的sensor一定要出现在你的玻璃门 因为根据我们看到的啦 可以说呢 没有遇过或者很少很少机会 小偷会打爆你们的玻璃 不过他要撬开你玻璃呢 是很简单很简单罢了 因为你们都知道吗 玻璃门就是个勾喔 你们的lock就是个勾喔 我把你勾整个挖开 然后那勾是勾到那个门框 对不对 我把你门框的动作大一点 他就勾不套了嘛 他就开去了 OK 所以我甚至还看到啊 玻璃门啊 有些人新家嘛 就有考虑到 玻璃门我在下面放一条木材 那就不会这样容易被人家敲嘛 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嘛 我们的顾客就在打锡 他是怎样怎样做呢 他是家的电线被偷掉了 被剪掉了 就是刚才讲的情况 玻璃的sliding door整个被开掉 然后木材整个翻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东西 也是代表说对于小偷来讲 这个是很容易就做到咯 所以我当然希望 你们知道这件事情过后呢 要加强保护在你们的玻璃门啊 如果你们有装Alarm了的话呢 要注意看一下 你们的玻璃门有没有装咯 连第二你们的saling door 尽量放东西来顶住他啦 不然他们太容易了 第三啊 你们的铁花 铁花 铁花 锁起来过后啊 上面有一个pen lock 最好啊 可以不是说最好啊 可以说一定啦 你们的pen lock 一定要lock起来 像我刚才讲呢 铁花就是也是一样 那个depot 你们一个goball 翘翘两下就开去了 所以你多一些保护 他就比较多时间去 翘开你的家咯 他需要更加长的时间咯 所以这个example就是 我们银行啊 bank ATMG的 他的security够不够强 是可以说bank的security 是最强最强的啦 不过我相信你们也知道啦 ATMG增价 还是会被人家爆料啦 不然就是ATMG更夸张 增价被人拖走 这个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哈 OK啊 你说你家在中间 OK 所以刚才讲到一半咯 你的大门口跟你旁边的那个 三银堂你要装咯 在你的旁边就是你空地的地方啊 通常上我们给你的建议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是门啊你是木门 你有铁花的话 木门跟铁花你都要装 我讲大门口开始了哈 木门的外面就铁花咯对不对 铁花你要装木门你要装 为什么呢等一下我跟你讲 大门的旁边就是sliding door sliding door当然通常像是两边开 然后多一个啊 都是玻璃门啊 有可能左边开右边开 然后装个铁花嘛对不对 每一个可以开的特别是玻璃门 一定要装magnetic开关的 铁花呢最少无论如何你要放bibration 一定要因为他们要撬开你东西一定会震动嘛 铁还有一个优点啊就算他震动力很强 他会敲一下整个铁就在摇了嘛 所以如果你装的是震动了呢就是bibration的话 你可以保护到你的siding door ok这两个咯 所以刚才我跟你讲 为什么你的玻璃门要装 你的木门要装呢 有一种小偷啊 他把你的木门推开 ok推开咯 你有铁花吗对吗 进不到吗对吗 有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啊 会把锁石勾在家里面 门旁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习惯呢 有的话呢你们要小心一下咯 现在的科技太简单也太容易了啦 他只要拿一个电话进来 照照一下里面有没有锁石就勾出去了 勾出去就可以用锁石开你家的门了 这是我们我们真正遇到 小偷没有进到他的家 把他的神台上面的锁石勾一辆车的锁石 然后呢那把那辆车开完过后里面车 就有电门的里面control 按了里面control 电门就打开了咯 就start车就走了 你你会怎样知道呢 你就是各天车不进去了 然后你就play ccdb来看咯 原来是这样的方式 这个是小偷的其中一个方式 我跟你们讲就是 有可能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啦 所以希望你们会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咯 然后还有后面咯 后面是你的后门咯 所以Fernie那边只有木门跟铁门哈对 所以你的木门跟铁门你都要装咯 特别是大门口 哈喽 Liu Tai Li 哈喽 Marcus 嗨 Viu Sen Gui 哈喽 你们大家好 ok so 呃 刚才我再补充一下咯 so alarm 刚才讲到有两种吗 一种叫home mode 一种叫away mode 怎样用怎样开咧 ok 这里有看到吗 这个呢就是叫做keypad alarm keypad 一个就装在你的家门旁边咯 ok 如果你是单程的话 如果你双程的话呢 除了家的里面的旁边有一个之外 在你的switch那一带啦 ok 方便你出门的时候开alarm 第二个呢 会在你楼上主人房那边 ok 也是一样的方便你睡觉的时候可以开alarm咯 如果半夜 alarm真的响的话啦 你就在楼上睡觉嘛 对不对 你就不用开门下来看什么事啦 有可能贼在楼下等你了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什么都不用做 你先把门 说好躲在房间里面 有cdv就看cdv 没有cdv的话呢 alarm 看你想的地方是什么 你想那种 大门口的地方啊 很有可能会 惊贼的位 你就要小心一下啦 你们就待在房间里面 等看有没有动静啦 这个是alarm上 alarm使用的方式啦 then 如果alarm想的话呢 你们看到这边的箱子吗 ok 这个箱子呢 是装在你的家外面的 如果alarm想的话呢 他会发出很大声很大声的声音 然后呢会闪灯 引起人家的注意啦 所以那个地方会装在 这个alarm的箱 会放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放在很显眼的位啦 那种如果你家有损罗队 有什么有损自安队啊 有可能会有警察来损的啊 他们就要看到这个箱 知道是你的家咯 知道是你的家alarm想咯 VincentCore OK OK VincentCore sorry我miss掉了 我Facebook看不到你的message OK iruses 所以 燃灯 Türkiye OK VincentCore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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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6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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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他不需要有 wifi 他需要的是电话线 或者是 sim card 如果你买的另外一类 wifi 是 你另外一种 alarm 是用 wifi 的话 那种你才要 wifi 所以一共是有三种 wifi 看你是要哪一种 第一种电话线 第二种用 sim card 的 第三种是 wifi 的 所以当然最容易的还是 wifi 但 sim card 有 sim card 的好处 你不怕被剪断电话线 电话线的话当然就怕被剪断电话线 wifi 的话有它的优点方便 用起来很简单 你不用特地准备一张 sim card 咯 它的缺点是什么 internet 到的时候 你就 offline 你就不会收到通知 所以这三种的话 安全性最强的还是 sim card 最强的 第二个呢 才是 virus 或者是电话线 这三种都是 alarm 它都可以操作 我看看你们留言一下 你们有什么 alarm 的问题啊 可以在下面留言 vincent call Vincent call sorry 我刚看你的 message 咧 我希望可以解答你的问题咯 这个是刚才讲的 Vincent call 刚才是问 啊 virus 的 alarm 需要 virus 吗 OK 这个是蛮好的问题啦 virus 的 alarm 呢 怎样操作 你每一个门 每一个窗 你不用拉先 你也不用拉到长长的东西 你只需要拿双面胶或者是 screw 锁在每一个门 每一个窗 连你的 alarm 的主机开电 搞定 virus alarm 是这样子啦 所以刚才 Vincent 是问说 如果 alarm 想 alarm 要用 alarm 的话 有几种操作 有需要 wifi 吗 它有三大类啦 第一种是用 wifi 第二种呢 是用 sim card 电话卡 第三种呢 是用电话线 有三大类啦 我过后再跟你们分析咯 下一个 video 下一个 video 下一个 video 再跟你们进一步的研究啦 OK Aaron 谢谢谢谢 OK so 呃 今天 我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啦 ok so 我这里做个总结 如果你问我 我的家 应该要装 CDV好 还是 alarm 好咧 我的建议呢 是 alarm 跟CDV 你同时都要安装 为什么呢 今天如果 alarm 响的话 你又不知道家里是不是清贼 你想要报警 心又不是很安 不心不安啊 有可能 你是装在你的店啦 假设你装在你的店的哈 alarm 响 so support 这个时候 你应该回去看看 是不是经贼在敲着你的 你的你的你的门吗 有可能哎呀睡到累了 我们就不去看了咯 ok 你不看的话 你就错失这个黄金的十分钟啦 你真的是各天早上去到office 真的是经贼 所以CDV alarm呢 最好配合着一起用啦 ok so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们对 alarm 还有任何的疑问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会回答你 ok so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